同华2013年出版的超热IP的古言小说《长相思影视化》的消息早已传开,再加上杨子的领衔主演,开始了《长相思超热IP》的原著粉,以及杨子剧粉的强烈碰撞,使这部即将影视化的《长相思》还未拍摄,就有着超高的热度,虽然在这部《长相思》的定觉上,早早就确立了女主杨子,但配角阵容以及男主阵容却迟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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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未曾确定,而如今,又在网络上有消息发出了关于《长相思》最新选角阵容,老夫秉承着吃瓜不信瓜的网络教条分享给大家,看看如此阵容是否值得期待,不懂爱,不知爱的花神紧密,懂爱却在错的时间爱上了对的人的凤凰,以及在对的时间却对错的人情根深重的润誉,而众人却同时对剧中的三个人心疼无比,所以,在这部《长相思》中,只求编剧能够轻点虐,据有消息称,这部《长相思》中,只求编剧能够轻点虐,据有消息称,这部《长相 长相思》将开启三男主阵容,并且颜值一个比一个高,黄宗泽可以说是老夫少年时代的男神,无论是战独中,看着自己心爱的人,在自己面前离世的维俊轩,还是唐新风暴中的辽媚高手林成峰,不仅演技在线更是魅力十足,甚至连于尾文都在散发着魅力,王红毅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非常陌生的,在老夫的搜索下得知王红毅在2021年,凭借着由于舒心,丁于希主演的《长相思》,将开启三男主阵容,并且颜值一个比一个高,黄宗泽 的《月光》变奏曲而出道,是个崭新的新人,99年生人,长相阳光帅气,因为在剧中戏份不多,对于演技很难评判,但是,如果真的由王红毅出演相留的话,那只能说明,这个丙就是新年影视捧自家新人王红毅的手笔了,不过,丙承着吃瓜不信瓜的宗旨,一切还是要以官宣为准,那么,你期待这部即将影视化的《长相思》吗?如果真是由张婉毅,黄宗泽,王红毅这三位出演呢, 男主,你又觉得怎么样呢?